美聯儲週新發布的最新報告中 預時薪資增長和通脹可能會進一步放緩 美聯儲發布的Bagebook回編了12個銀行區的經濟情況 這些數據將作為下一次會議的參考 大多數地區報告價格增長總體上放緩 尤其是製造業和消費品行業的放緩速度更快 全國範圍內都出現就業增長的低迷 企業繼續面臨技術崗位的空缺 求職者的數量依然有限 這種趨勢使得員工的議價能力增強 有助於提高薪資 但不少業內人士預測短期內薪資增長將普遍放慢 自9年3月以來美聯儲已經11次提高利率 下一次政策會議將於9月19日至20日舉行 格式預計將暫停 利率保持在5.25%至5.5%的範圍內 以確保通脹數據繼續顯示出冷卻的趨勢 天下華視記者編輯報導